2023年12月15日 第十二维度造物主 正在你们的时代发生的大事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是一个由非物质存在组成的第十二维度集体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 这是你们闪耀的时刻 你们都知道地球上正在发生一些大事 你们知道你们正处于意识进化的一个非常吉祥的时期 你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醒来 你们也知道由于夏至 圣诞节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新年 现在的能量非常强大 那些醒着的人有机会在这段时期 变得更加自我并激励他人 更高的自我 无论你们是否有意识地参与 这都会发生 我们建议你们有意识地刻意地参与其中 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 你们会更享受其行的乐趣 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想知道你们需要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 我们会告诉你们 你们不必关心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们愿意做的事情 注意这些词 灵感 直觉 冲 动 暗示 倾向 想法 这些是你们要遵循 要信任 要在自己身上寻找的 这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想法 它不一定是让你们崩溃的冲动 它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当你们坚持下去时 你们会收获很多 然后你们下次就会更倾向于这样做 你们一直在接收灵感 但你们不想使用忽视这个词 你们不想忽视你们所得到的 因为你们总是被提示要做你们自己 忠于自己 这就是你们为你们所属的人类集体做出最大贡献的方式 机会会不断地来到你们身边 因为这是时候 而你们就是机会 当你们发出光芒时 是的 有些人不会明白 有些人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嘲笑你们 但那些这样做的人将成为你们的部落 并使你们在那里的生活更符合你们的喜好 这也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重要部分 你们在那里享受旅程 因为终点是不可避免的 你们要回家了 我们在回家路上 每个人都在回家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非常爱你们 2023年12月15日 扬声大师Lanto 信念与命运 传导Jan Jake Essel 译者扬声传导 伟大的事物悄然显现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因为人类个体存在转变 这种准备状态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 很多很多的人想要并且愿意在不知不觉中 宇宙的生活决裂并结束它 亲爱的人类 改变一些东西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们知道这真的有多容易 你们就不会再有恐惧 所有的忧虑都会消失 为什么它很容易 这种轻松是什么呢 它正在意识到你们的力量 这是美善门的钥匙 也是通往自由的大门 实现道路上的唯一障碍 是在你们的意识面前堆积起来的障碍 看似无法克服 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是你们的思想 你们的自我 你们存在的恐惧部分的建构 这个领域对你们的决定 发挥着相对较大的力量 怎么可能呢 你们相信谁 相信什么呢 因为你们更相信恐惧而不是爱 你们内在爱的力量 当我说改变这一点很容易时 这只是重新调整你们的注意力的问题 远离恐惧和担忧 转向你们的神圣中心和直觉 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改变你们的焦点 一开始你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有意识地去做 你们必须承认 你们经常在有毒的水中寻找生命 你们必须意识到 为什么有一天你们感觉很好 然后又变得很糟糕 这取决于你们自己 正是你们分散的能量造成了这种无常 如果你们处于中心位置 就不会有糟糕的日子 也不会心情不好 这完全取决于你们的感受 因为你们的定位最终将成为你们的命运 充满光明的神性是你们的指引 还是远离神 缺乏光明的现实才是你们生命的焦点呢 仅仅看到某事或参与其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 一个更健康 更有意识的人的过程如此简单 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最初你们可能会出现阶段症状 你们可能会怀念旧的负面世界的图像 离开战区 那些不断警告和强调真实或想象的危险的人 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为他们所战斗的力量服务 他们是实现的代理人 因为他们透过自己的活动所制造的恐惧 会、倒、致人、慢、易、适的瘫、患 整个大拱门的自由视野只有走出战斗区域的人才能看见 只有从外部才有可能进行盖蓝与视角 战场上的战士是游戏的俘虏 他可以勇敢地支持这个或那个 但与时事保持健康的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只要定期脱离时事 逐渐彻底解放就可以了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你们有关 相反 我告诉你们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与你们有关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自己决定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肩负着特定的任务 所以问题旨在于认识并承担这些任务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革命者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沉默见证者 许多中坚因就做到了 光知人类的许多个人任务 他们以其无限的多样性打破了僵化的系统 一旦个人接受了他的具体任务 并开始执行他们就立即出发 这很简单 但最简单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如此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倾向于避免简单 他回避它 因为他不理解的东西对他来说 似乎比从他内心流出的清晰和智慧更可信 复杂的总是人类发明的 简单的总是神圣的 然而 人类一万年来一直生活在颠倒之中 事情看起来越复杂就越可信 我不明白的事 我不需要去处理 人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也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困难 是可以如此轻松地掌握的 纠缠于借口和接受无能为力 让人表面上平静地过着平静的日子 生活不同 生活的方式也不同 维持受害者身份的借口 避免自身转变的借口 继续昏迷不醒的睡眠的借口 这是人类不配的 这样 你们的夜轮就继续转动 生生世世 你们重生 生生世世地沉睡 进入回忆空间 然而 漫长的睡眠时间已经结束了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回忆的空间 陷入自我认识的漩涡 这个过程对于个人来说 具有巨大的维度 对于建立在沙上的世界来说 具有难以想象的爆炸力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和力量 因此 突然之间 越来越多的人很容易说出邪恶的名字 识别作恶者 并将他们从这个创造领域中分离出来 如果你们立即消除对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的光的恐惧 你们就可以立即改变一切 这就是所有努力的意义所在 这就是他所说的将你们的注意力从恐惧转移到爱的意义所在 透过这种方式 你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没有其他办法 亲爱的人类 你们明白这一点吗 在《无限的爱》中 蓝套大师是来自地球内部的觉醒的守护者 在《无限的爱》中